請問你這兩個圖形有沒有焦點 沒有焦點代表這個連立方程式有沒有十根 沒有十根 你找不到一個x 找不到一個x帶進去 使得這兩個y會一樣 不可能啊 你隨便劃清直線 不管你的x是誰 你們的高度永遠都不會一樣 對吧 對吧 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同學我們現在遇到一個極大的困難 什麼叫極大的困難 這個傢伙我們希望他是一個十數 然後根據這個地方你發現 他應該是這個方程式的十根 可是非常可惜的 這個方程式並沒有十根 所以你告訴我 站在一個高中生的立場 這時候應該要怎麼去看待這件事情 這個東西要怎麼看待它 -3的四分之一次方 我們不要扯太多 我們扯高中就好 就是說從你們現在的理解 這個東西有沒有辦法被定義出來 沒有 所以我跟你講喔 高中數學-3的四分之一次方 是無法定義 我還是強調高中數學 因為大學是大學的次行 來這個東西無法define它 無法定義 注意喔 沒有辦法去定義它 我多舉幾個例子 我要讓你去感受 來第三個圖 哈囉 我們要多講幾個喔 我要開始讓你去思考一些東西喔 來 一樣 -2的三分之一次方 一樣喔 慢慢來 這個東西 要怎麼規定 要怎麼規定 我們把這個流程再run一次 是-2的三分之一次方 如果現在你把它幾次方 三次方 如果它可以被定義成一個時數的話 它應該要等於多少 -2 換句話講 這個傢伙 這個-2的三分之一次方 應該是哪一個方乘次的十根 你說 應該是S3次方等於多少 -2的十根對不對 你仔細聽喔 它應該是這個方乘次的十根 那現在我透過松藍樹做圖 來 所有團學看我這邊 慢慢來慢慢來 我現在有懷疑喔 你們唸的國中不同 可能學的東西不一樣 是不是 有些國中沒有教這個 有些國中沒有教這個 是嗎 對 我們教才不一樣 替你在屁 我們背後還不一樣 你們國中老師該不會說 反正你們高中就會學道了 所以就不教之類的 其實他們也要付不夠錢 然後他們都會付給國中學過 沒有 我現在都跟你確認喔 欸 我問你 不要講話 欸 欸 Y等於S3次方 這個圖形長怎樣 欸 我們大概一年十班喔 欸 這裡 對不對 這個圖形是這樣 然後同學我問你喔 Y等於-2長怎樣 下面 下面喔 好 那Y等於是從哪一個 Y等於-2 另外一等於左邊 另外一等於右邊啊 雙暗數做圖 我要從代數模式切換成幾個模式 雙暗數做圖是一個坎 那個坎要花一點時間才能聽懂 好不好 雙暗數做圖是一個門檻 有些人沒有辦法去理解說 老師為什麼這個會變 就是用圖形 這個要花一點時間去想 但是我這裡要強調一件事情 同學請問你這兩個圖形有沒有焦點 有 它是有焦點 像剛才這個地方 沒有焦點 沒有焦點那就代表沒有對應的時數 可以去定義它 我們把它歸類為無法定義 OK的 但是問題是 這兩個圖有沒有焦點 它是有的欸 這個焦點在哪裡 這個焦點在這裡 你把這個焦點畫出來 而且同學應該知道 這個焦點應該要怎麼寫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啊 這個圖跟這個圖 這個Y等於2 對不對 其實他們的位置是對稱的 這個點應該叫做負的什麼 三次根號2 對不對 欸對啊 這個焦點是負的一點多 它的確有一個十根啊 這個方程是有一個十根啊 那個十根叫做負的三次根號2 對啊 那有同學就是說 唉唷老師那我知道了嘛 那這個東西有沒有定義 我就把它定義成誰 叫做負的三次根號2 我告訴你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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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我們在高中數學裡面 還是把它歸類為 無法定義 對 你先寫上去 不太懂對不對 不太懂對不對 不太懂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啊 你們高中數學只會算而已 但是 你真正要把科學 邏輯學好 你要學會怎麼定義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怎麼定義 然後 它的概念怎麼延伸出來 那些計算其實都是小事而已 那些解題技巧 其實都沒有你想像中那麼重要 觀念要先清楚 這樣聽懂嗎 所以你這時候應該會有點confused 就是說 老師 這裡 你會迷惑啊 這裡沒有焦點 沒有十根 所以這個東西沒有辦法定義 初學者可以接受 可是明明這兩個圖 有一個焦點 有一個焦點 你就把它規定成它 你又說無法定義 為什麼 這個東西背後有一個很特別的考量 我下禮拜一會講 但是我希望你先想想看 為什麼這個情況 我們還是把它歸類為無法定義的情況 為什麼不歸類為這個 就它 就它就好了 對不對 為什麼說還是無法定義 你可以先想想看 為什麼數學上 我們會把它歸類為無法定義 我再舉最後一個例子 來仔細聽 1 2 3 最後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講完這堂課就結束喔 來 我現在講 負二 不要 不要負二 來 3的 4分之1吃方 誒要吃飯啦 不要聊天喔 來 3的4分之1吃方 要怎麼規定 誒不要delay我的進度啊 我剩下個禮拜 雖然這種東西喔 我告訴你一些詞錢 這個東西有些老師喔 花5分鐘就講了 所以它有時數真的是不是有等義 蛤 它有焦點 它有焦點 但是我們數學上 我會帶你看課本 你會發現 底數小於0的時候 只要你的次方是一個分數 我們課本都把它歸類為 這種是屬於沒有辦法定義的情況 我們課本要定義所謂的 A的N分之1次方 它有一個 我們課本說 A的N分之1次方 把它定義成 不要講話不要講話 N次根號A 你要把這個東西定義成它 它有一個前提 你的A一定要是什麼數 一定要是正數 你的A不可以是負的 負的會變成沒有辦法定義 但是我這邊要讓你 有一點感覺就是說 以剛才這個例子來講 它這個地方是負的 可是你明明就是這個東西 它是 你只要定義它是這個方程式的一個十根 就可以嘛 因為它是個十數啊 是不是叫ok 那的確啊 這兩個圖形有一個焦點 這一個傢伙的確是它的一個十根 完全沒有錯 可是天為什麼 我們又說這種是無法定義 數學上的考量是什麼 焦點就是雙彈數做主 我知道雙彈數做主有點難 你要想想看好不好 這個以後會再提 我先把這個講完 看我這邊 要怎麼規定這東西 來這裡四次方 我會等於多少 3 所以這個3的四分之一四方 它應該是哪一個方程式的十根 S四次方等於多少 3的十根 因為要吃飯喔 我們就趕快把這個觀念 先跟你提一下 來你仔細聽喔 這個傢伙如果要定義的話 它是個十數 而且這個十數是這個方程式的十根 現在我們來透過雙彈數做圖 看一下這個圖形長什麼樣子 來你仔細聽 小細聽喔 以後下禮拜一會幫你做結論喔 請問你 兩個焦點 兩個焦點 換句話講 同學這裡有一個點 這裡有一個點 有兩個點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個方程式有幾個十根 兩個十根 還有兩個虛根 阿你說 老師它的兩個十根 這個十根是誰 這個十根是誰 他們的位置剛好是對稱的 這個十根我告訴你喔 這個十根叫做四次根號誰 四次根號三 那這個十根叫做負的 對非常好 負的四次根號三 所以左邊那一點是成立的嗎 對 我跟你講這是十根喔 沒有說這是十根 可是我又給大家一個困難喔 這一個傢伙 他應該是這個方程式的十根 那你到底是要把它定義成負的這個 還是正的這個 我告訴你 你要把它定義成四次根號三 四次根號三 你一定要把它規定成四次根號三 你原來絕不服氣阿 憑什麼 兩個都是他的根阿 阿為什麼你要規定他是他 為什麼要規定他是他 為什麼要規定他是他 數學上的考量是什麼 為什麼要規定他是他 阿他不行嗎 他不行嗎 不好 這樣的規定會是不好的規定 阿為什麼 我要你們去想 就你要去思考這個問題你懂阿 如果我今天就直接跟你說 這個東西阿 就叫做N字根號A 然後規定A要大於理 這算什麼 就叫你背起來 當然不是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課本 來 所有人來看一下課本 課本裡面五十六頁 老師應該過去旁邊講嗎 好來 五十六頁 仔細聽仔細聽 不要講話阿 後面一拖 一拖那個搖滾區阿 來看我這邊 國中有學過方程式 S平方等於五 恰有兩根 S叫正負根號5 其中 S等於根號5 是方程式的唯一的正根 事實上 來接下來這句話畫起來 當A大於0 且N為正整數的時候 方程式 S的N次方等於A 有唯一的正根 這句話畫起來 然後他很不負責任的跟你說 在你十二年級的時候 會有更進一步的說明 簡單來講 他這裡只打算把你敷衍過去 十二年級就是你高三的時候 你有知道嗎 來 你看一下喔 為什麼他乘調A大於0 為什麼他乘調A大於0 因為我告訴你 A如果是負的 會出一點狀況 就像我們剛才這邊講的 A如果是負的 有時候會根本沒有十根 你要有一點感覺 好不好 有一點感覺 然後方程式 就是S的N次方 一定會有唯一的正根喔 當N是正整數的時候 A要大於0 同學問你 A大於0 看我這邊 我問你 A大於0 代表這一條線 一定在S軸的上面 對不對 一定在S軸上面 然後我現在再跟你講一件事情喔 Y等於S的N次方 它的圖形只有兩類 這個N分成奇數跟偶數 我下禮拜一會再講清楚一點 來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N如果是偶數 它的圖都會像碗公一樣 2次方 4次方 6次方 8次方 圖都長得很像 那N如果是基數 都會長得很像這個樣子 都會很像 不會一樣 但是會很像 但是同學 你有沒有注意到 只要你的A大於0 只要你這條線 畫在S軸上面 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都會有唯一的正式根 你有看到嗎 它都會有唯一的正式根 你看 這裡都會唯一的正式根 這樣好不好 它就在講這件事情 好 先這樣吧 我知道你沒解不及 謝謝各位同學 我們這段就到這裡 下禮拜一 進去